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杜拜山莊 Dubai Here的一個豪宅 來到位在杜拜山莊 建物面積超過252坪的奢華別墅 總價約新台幣2.1億元 年租金逼近1130萬 裡頭光是臥室就有6間 還有室內電梯快速抵達各樓層 戶外空間更是別有洞天 來到杜拜的豪宅 外不僅有超速式的釣椅 這裡還有空間可以讓你 直接烤BBQ來吃 吃飽了之後 你甚至可以到一旁的游泳池 細水消暑一下 杜拜房地產市場在疫後快速升溫 光是今年第三季 就有超過三點一萬筆交易 總價值超過新台幣 八千三百一十二億元 濟增百分之八 主要原因包含開放的國家政策 外國人來買房有永久產權 資金流動沒有限制 投資收益上看百分之十 吸引不少外國人到當地製產 迪拜山莊來說 他如果投資一個VILA的價值 假設是三百萬迪拉姆 在二零二一年的部分一月 你可能就直接會有百分之二十的增長 到二零二一年的年底的時候 可能就是三十百分之二十 就從每平方英尺中位數九百三十三迪拉姆 來到一千四百二十九迪拉姆 漲幅超過五成 其中豪宅房價一年來漲市近百分之四十九 跟第二三名的東京及馬尼拉有明顯差距 這邊的買房不是說就是可以像台灣這樣 就是說我可能考慮個一兩個月後再回來看 現成屋現在已經不多了 所以你要排的話 現在二零二三年可能排的是二零二五年的房子 在城屋高度飽和下 甚至出現房仲夜排搶房奇景 杜拜房市火熱程度超乎想像 三立新聞 彭志華 伊力亭杜拜採訪報導